在這裏我回應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的動力 其實我不是一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我有這個動力呢 因為我覺得那些人是需要幫助 而神有這麼多恩典 神有喜悅 那我就很樂意去做 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跟從神 侍奉神是最好的事 聖經也說了祂會喜悅 祂會賞賜 所以我是很樂意去侍奉神 我也是宣教 不過我就不像那些人住在一個地方 我就去 他們一旦有訓練 我就會去帶領 其實有不同的群體 我們也去的 還有有網上 我可以做的 我也做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我覺得想更多去發揮 更多去發展 我自己也都 其實我最近有聯絡一間 我以前曾經侍奉的教會 那間教會呢 他未必想的 但我跟他提議了 因為他們有學校的 我跟他提議 如果你願意 我願意樂意來 免費來 幫你做學生 我自己的工作 帶你學生回來 那我跟他說了 但是他們都要考慮 有各方面的考慮 但是我來說 我又覺得 你設定怎樣就怎樣 就是當是神的帶領 我看到我可以做的 我都會做的 但是很多人來說 就會說 你已經做了很多飯了 網上 又去這個 其實我網上 還有附近的短孫 我周時都有的 例如我下星期日 我一早就去了短孫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總之有需要我就會去 例如我們稍微遠一點 要去兩天 你有心也可以去 我覺得 第一 他們的需要 神給了很多恩典 我很想分享給別人 神給了很多教導 所以我有這個動力 有些人說 阿神住在那裡 為什麼他的動力這麼大 他就是真的看到神的美善 有很多宣教士做的事都很困難 譬如有些人去翻譯聖經 那個地方沒有的 他學過的語言 又怎樣翻譯 住在那些窮苦的地方 我自己都去過宣教 不同的經歷 去的宣教的地方 多數都不是坐廁的 多數是蹲的 不過有些地方那個洞比較大 有些地方那個洞很小的 非洲那些很小的洞 要描得很準 很搞笑 還有很多烏鷹 很多昆蟲 都是困難的 食物都不是很乾淨的 我也都試過去宣教 他們是冷的 已經給了不知 我忘記了 給了兩三張棉被我蓋 但是他的棉被很硬的 但是蓋完也好 都是不行 我的腳趾回來 是黑了幾個月了 即是黑了 未變回肉色 那些血 因為那裡有些 血凝固了在那裡 如果長期要找醫生 或者不用割 有些很嚴重要割 我感激神 總之有路慢慢好 你想想那些人長期那裡住 有時候都很難想像 一些環境很困難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神是沒有恩典 聽神話最好的 所以這個動力就是這裏 不得了 在哪裏 也不得了 在哪裏 在哪裏 你得了 在哪裏 再裏 有時候 有時候 我記得 有時候 我們 那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